杨晨霖先前在河南开唱时 因誓言吐槽河南人爱骗人 引发争议遭到炎上 算事后他火速道歉 仍止不住舆论持续延烧 事件爆发不久后 他被募集现身成都机场 准备前往四川卫视录制新年晚会节目 工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在电视台官宣的阵容上 也可以看见他的大头贴 宣传贴文中他的名字则被放在第三顺位 迎来部分网友不满 还扬言要抵制节目 然而新年节目播出当天 眼间的网友发现 节目名单上早已没有杨晨霖 疑似被电视台除名 他本人的微博动态 也会更新任何节目资讯 对此部分中国娱乐博主声称 杨晨霖没有出现在节目上 是因为选举的版权问题 然而网友们并不买账 认为他的事业看似不受影响 实则影响在慢慢扩大 事件的余波仍在发酵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